2月18日 美国参议员克鲁兹在致命的严寒天气中离开自己的家乡德州 在暴风雨般的批评声中从墨西哥坎昆返回德州 他说他和家人去墨西哥度假是为了让年幼的女儿们高兴 他的行长被曝光之后 这位50岁的共和党议员准备登机回国 与此同时他的参议院办公室发表声明说 他将继续为他的选民工作 克鲁兹被视为2024年总统大选的热门人选 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克鲁兹在机场排队 在候机室在一架客机上 以及离开墨西哥机场的照片之后 民主党人要求他辞职 德州民主党在推特上说辞职吧 推特上的一些批评人士指责他将自己的决定归咎于女儿 在一场冬季风暴和寒冷的气温之后 数百万德克萨斯人仍然因为断电和供水而瘫痪 阻碍了全面恢复电力的努力 周三德克萨斯州大约270万户家庭没有供暖 政府领导人警告称 由于电力短缺导致供水中断 医院治疗新冠患者的能力受到限制 而且由于道路结冰仍然无法通行 孤立的弱势社区无法通行 基础设施可能会受到多米诺效应的影响 克鲁兹2016年竞选总统失败 2018年以不到三个百分点的优势 勉强击败民主党人奥洛克赢得参议院连任